但是我想先問一下這個Billy 房地產這件事你剛剛講說 股票如果繼續好半年 那麼都不用花太多錢就可以救了 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去年不是有那個陸客草樓團來有沒有 到底有買嗎 沒有 現在是這樣 我是覺得剛剛在產那個山寨機 是Copy這些品牌嘛 那台灣會不會有一個山寨屋啊 大陸過來蓋 那因為去年那些 不管是說一些建築商 一些大陸建築商 財大企圖來不來 坦白說說 問我說裡面台灣有10萬坪土地可以給我嗎 我們要貼10萬坪的土地 不就去山上去海邊拿10萬坪 他講10萬坪 我知道台北市裡面沒有10萬坪就建立給你 我們台灣只有500坪 哇 標地還標的是幾億 錢它不是問題是它要土地量大 所以假設今天大陸人 他是覺得你的size太少了嘛 所以你看他最近他說 我們對台灣的市場沒有興趣的 那我們假設沒有興趣的好 假設這個開放 不管是簽什麼ACO開放的時候 過來我們只希望他對商不動產 因為我就覺得說這一波的資金動物 是來自於政府的移增稅減 讓很多的台商過去因為要減稅 要節稅 要閃稅 避稅的錢回來 這回來管到很多了 很多上次貴大老闆就是這樣把錢回來的 回來只買兩樣東西嘛 一個是買他自家的股票 一個是買房地產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房地產要上來了嗎 不是 我們現在是 你問了很多人 你說問說現在 不知道亞洲要靠什麼 靠一個最賺錢是中國大陸 這種大陸的Q1大概是 GDP是6%嘛 預期是8%嘛 我說覺得中國很厲害 關於一個寶科跟你講說 我即使爬都要爬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所有人都要 南軍大概都抱頭痛哭了 為什麼 感動嘛 假設今天掏哥講說 我拜他也拜過來 那台灣不再掛了 那這樣東西是非常震撼到台灣 因為你看我上禮拜去吃飯 你不會看到 看他吃飯說那個小吃店 譬如說那個是做台灣料理小吃店 那我就去的時候說 老闆看的餐 七兩五萬塊餐 跟兩桌也一樣 跟我們一桌 跟我們一桌而已 兩桌也都要倒 我老闆你找的情形好嗎 老闆你笑的味道 你在笑什麼 你給他看看 沿逢你看一下 桌子都空空了 但是都 挖地都採好了 這什麼人要吃? 人家中的 對啊 什麼人? 台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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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了做菜出來什麼 一道都是五千 六千 七千 我是說我們經濟比較壞 台灣人經濟比較壞 他吃比較生的 吃比較五千就好了 我看一五千就 一道都沒人吃 一道五千 還在準備而已什麼 一道一道都吃過來了 蝗蟲過去啪一敗 四五道都多吃好不好 菜都供應上來 剩成的 差不多四十分鐘就走了 隔壁有什麼 禮祭的那種拼 那裡都採過 採過到那個老闆娘開始補回 這頭四十分鐘就結了 我是說我們買一道而已 還沒完整 隔壁在一起 還沒準備好 再一台車來了 80台 他再一次 他另外一個隔壁還帶進來 我再次隔壁四十分鐘 上去就知道要結束了 再一次第三道 所以那個隔壁 一個晚上翻三番 不過我是懷疑他跟某些人有關係 這個市場都是 這個市場都是壟斷的 你知道在中國現在 就像比如說安利團或什麼團 他們呢 他們在中國其實都已經有訓練過了 就說OK 我們這一批來 我們要去哪些地方 然後還有一些人就是 可是不管他是去哪些地方 他就是來台灣消費了 確實有消費了 確實那就是 不是這家賺就是那家賺 對不對 我說喔 不是多數 是少數 現在假設今天 我們講說大三通 現在已經幾乎說那個班機 是從這個108班到 換換到300多班 已經是變成一個經常性的 你想想看 假設今天他從大三通 他還是團進團出 他只要開放自由行 那台灣會變成怎麼樣 我就不是你限制的說 只有到這個店喔 我可能到什麼 夾蚵仔米薩 我就去啦 所以每個人都會賺到錢 所以我說資金的動能來自於台商 我們遣稅讓他遣回來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內需的動能 幾乎是要靠中口大陸了 因為這是你欠兩套 不代表大流的人欠兩套 他有錢啊 他昨天有一個朋友拜訪說 你知道大陸在上海吃飯的時候 大流的支出時 小費是一千塊耶 人頭抓耶 人民幣一千塊小費 這部啦 因為我就有錢 沒辦法 你知道他來買的話 第一個 一個一家啦 我就要不多了 我就開放三百家 一家來找辦公室找三百平 就九萬坪就不見了嘛 九萬坪不見 你想想看 九萬不見的話 假設一個人想用三坪的 那個辦公室的空間嘛 他可以創造 大概三萬人的就業機會 假設他們買不動產 是買三萬不動產 我們現在很多的 購物中心生意也不好啦 包括大流現在空置率 我們現在空置兩三萬坪或五萬多坪 他就是一百就九萬坪 三百坪的 看完三千千就掛了嘛 可是這就是我們擔心的嗎 馬老師 台灣要活 未來要靠大陸 其實這個問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因為在金融海峭之後 其實全界最怕的是四個字 保護主義 什麼是保護主義呢 就是 我的國家的東西 只准本國人買本國生產 不准買外國貨 很多國家長期靠保護主義 才能夠生產 剛才我們提到就是 如果台灣跟大陸建立ECFA 會商量哪些產業 事實上呢 ECFA只是 FTA的一個改變名稱的 也不是變形的 名稱的改變而已 FTA就是 自由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 自由貿易協定其實是今天全世界的一個最主要的潮流 原因在於有很多全球性的自由貿易的一些談判失敗 像那個杜哈談判 多少年就卡在那邊不能動 因為不能動 所以後來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什麼像杜哈談判 WTO的 WTO新回合的一個談判 WTO最新回合的談判 誰聽得懂 被卡住 你卡住之後的人才聽得懂 就使得自由貿易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礙 所以WTO就容許他的會員國相互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協定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突破彼此的貿易障礙 對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到其實FTA已經是全世界非常普遍的做法 但是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有簽FTA 那簽什麼國家呢 簽到那種小的 對 巴拿馬 小的沒有人知道的國家 我們只能簽這種國家 換句話說就是 當全世界都在自由貿易的時候 台灣是被孤立 所以我們如果跟中國簽了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就可以延伸 只要跟中國有自由貿易協定的這些國家 我們都可以延伸進去是嗎 我們應該這樣說了 就是 我們今天跟美國跟新加坡不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 關鍵在於中共從中作梗 他說如果你不跟我簽 誰都不要簽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不是要跟中共簽ECFA 我們的目的是要跟全世界簽自由貿易協定 因為台灣是一個貿易立國的國家 沒有自由貿易 台灣就沒有生存空間 所以今天想要再重新回到自由貿易市場去 你就必須要把這個絆腳石搬開 所以馬政府的最大錯誤就是以為 我們想要這顆絆腳石 我們拼命要它 但事實上它沒有讓人民了解 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它搬開 然後走向全世界 但是這裡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ECFA會傷害到台灣的弱勢產業 那對全世界自由貿易協定 那會傷害更嚴重